大家好 我們是SH1 我是Selena 我是Hebe 我是Zella 我們今天來這邊拍攝我們第二張專輯 青春諸事會社的第一波主打歌 Remember 這一次我們又加入了新的舞蹈叫做New School 永遠都不忘記 那她這種舞蹈呢 她的色是什麼呢 她說她是很注重於 她很強調律動還有那種點 就是律動還有注重在點 點是誰的專長 Elva 她贏了 她這一次贏了 我輸了 我上一次輸 我這一次也輸 我常常看到有關於要自己舞蹈的東西 我就輸了 而且這一次比較特別就是我們才去練了兩天 然後就直接進棚來拍MTV 所以對我來說更困難 然後我就一直 反正我就一直跳錯 大家到時候看MTV播放出來 應該會覺得有一個人一直在那邊放炮 然後不知道在跳什麼 一般天鵝是白色的天鵝 而且還綁包包頭 對 我們今天是黑天鵝 黑天鵝 對 然後我們還背著黑的翅膀 然後現在沒有背 是因為翅膀太大會有愛觀瞻 你要說說看翅膀為你帶來什麼困擾 或是有關於呼我兩巴掌的事情 就是我們翅膀 我們有 我們就是翅膀先收起來 然後又這樣張開來很漂亮那種感覺 可是我們三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張開馬上不能動彈不等 然後我鏡頭一結束 我立刻呼了Hebe兩巴掌 她就在那邊叫 我又不知道她為什麼要叫 然後她就跟我說她被呼巴掌 Ella Ella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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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就 等一下給你一個 等一下給你吃個茶葉蛋 喔 茶葉蛋 我們來囉 好 要叫 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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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一幕啊 是我們就是 它羽毛從正向吹過來 然後我們迎風這樣前進的畫面 然後我們又背著翅膀 是要這樣子前進 然後它就變成母雞了 對啊 因為那種感覺真的很像 而且要翹屁股 然後它迎著風走 就是就會這樣 幹嘛不會 就會 就會不由自主的想要這樣 你知道嗎 又很有new school的感覺 對不對 new school 有定點了 又有慾到 所以你知道那種黑人小孩 家裡都要養雞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就是 我們要玩那種鑽鑽鑽的遊戲 然後看誰能夠走 生兒昏倒盒 就鑽到鑽 就鑽到鑽到鑽 就等下跳 有點不太感冒 沒關係 現在到底裝一下 還是自己轉 就自己轉 好 走時間喔 快沒力氣 頭指要點上 欸你要玩遊戲 阿萱快點 我看之前在幾間 欸我們剛剛自己這樣轉 那時圈自己這樣照到 時圈好不好 這樣轉 這樣轉 好 開始了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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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六 九 五 九 九 九 八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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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